薪资成长追不上物价上涨速度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 1到10月的固定月薪为39,167元 若加上奖金和加班费等 平均薪资为49,392元 比例年同期高 但如果扣掉物价涨幅之后 和2000年相比 实质薪资却倒退16年 吃的用的穿的其实都有涨价 那以便当来讲 可能一个居腿便当90块 可能现在已经调涨到110块 那面对一些物质上面来讲 我觉得就是调涨幅度太快了 可是在薪资所的部分是有限的 薪资虽有增幅 但全被通膨吃掉 所以民众普遍无感 总体来说 台湾这几年平均的物价调整 大概每一年物价的反应 大概都在1%上下一些些 其实还是略低于薪资调整的幅度的 学者则认为物价上涨 但薪资涨幅的速度跟不上 就会影响民众的购买力 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就是从产业结构做转型 此外主机总处也公布 一到十月受雇员工每个月平均工时 比去年同期减少5.8个小时 为168.1小时 主要是受到十月有放光复纪念日 和蒋公诞辰纪念日的影响 而十一月失业率下降到 百分之三点八七 记者综合报道